报导者时间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和报导者合作的栏目 挖掘华人社会的故事 由陈美华 麦小田 轮流主持 爸爸他也承认说他有来过台湾 但是他不知道说台湾有儿子 可是当这张照片一传来 我马上很肯定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美华 欢迎收听报导者时间 您刚刚听到的声音是今天故事的几位主角 他们都是台湾妈妈和美国军人生下的混血儿 今天这一期报导者 我请来报导者的记者孔德莲 来告诉我们亚美混血儿的故事 孔德莲你好 你好 自由亚洲电台从今年开始跟报导者合作 那么我们第一期的节目谈的就是亚美混血儿 那么当时呢 这几位混血儿都说希望能寻找到他们的亲生父亲 而现在竟然有好几位已经找到了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请孔德莲来告诉我们他们几位的故事 我们聊他们几位故事之前 想让听众朋友了解一下他们的这个大背景 为什么会有亚美混血儿 可不可以请孔德莲先告诉我们一下 为什么会有亚美混血儿 他们是出生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 他们出生的背景大概是在1950 60以后 那段时间正好是整个亚洲战事 就是芳心慰爱的时候 包括韩战月战这些战事 然后美军那个时候是他们制定了一个RNR休息计划 那那个计划就是把比如说台湾啊新加坡啊 泰国啊香港这些地方指定为美军可以度假可以休息的地方 那大量美军住在台湾的这个过程之中 他们就跟台湾的一些女性那发生了关系 然后生下了很多的混血儿 那这个是大概的一个背景 常年在福岛这个混血儿的台北市赛珍珠基金会统计 在台湾的混血儿应该有超过1000名 我们在第一篇的报导里面 其实当时就采访过几个混血儿 他们其实是非常希望能够找到他们的父亲 那当时还没有找到 当时这个是在今年初做的报导 那现在有几位已经找到了 那第一个我想来谈就是邱汉忠 邱汉忠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我真的是非常的震撼 因为他外表看起来就是一个黑人 就是非洲裔美国人的样子 他如果走在台北街头 我会以为他是外国人 我不会觉得他是台湾人 但是他说的话是普通话 是带有台湾腔的普通话 就跟我们台湾人说的话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听到好消息是邱汉忠找到了他的父亲 邱汉忠其实也算是一个幸运的例子 当初有在英国的混血儿 他们试图在网路上去找要跟他同样生事的人 然后就找到了当初写的那篇报导 找到那个报导之后呢 又联系上邱汉忠 然后那个混血儿就提供 最近他们在美国非常流行的做DNA的家族检测 在这个检测的过程中 就是今年邱汉忠在三四月的时候 他就去用了这个DNA的检测 然后五月的时候 他直接配对上他爸爸的DNA 因为这个几率其实非常的低的 蛮意想不到的 因为当初他父亲留下来的资料 其实非常的少 包含父亲的军种 或者是他住台的时间 或者是他的详细资料 其实都没有很完整 对那这次之后我觉得 是一个非常难能可归的幸运 对他只知道他的父亲可能叫亚伦 连姓什么都不知道 也没有照片 然后这样竟然可以找到 透过DNA的比对 而且是听说是吐了一口口水 然后把这个口水寄到美国去 然后DNA比对就找到了 对那其实这个蛮奇特 就是因为一般的他们在 在做家族检测的时候 是通常会对到二等亲或三等亲 直接对到爸爸 这样的例子真的是非常少 这样子对到好像众乐透一样 就是你直接 你从你的那个DNA家族树就发现 你的爸爸是谁这样子 对这是非常少的例子 OK 我这一次也采访了邱汉中 我们来听听看邱汉中 他怎么描述他这一个过程 汉中你是什么时候找到你的父亲的 今年的四月我就把我的那个唾液啊 交给这个DNA 然后再寄去那个美国 然后美国在帮我对那个数据 然后刚好他们有比对到 但是那个DNA上面没有照片 是DNA公司慢慢的跟他取得照片 他把照片才传给我看 我爸爸他也承认说他要来过台湾 但是他不知道说有台湾有儿子啊 你爸爸不知道 他不知道 你之前有你爸爸的照片吗 之前他没有 就是你在找DNA公司之前 完全都没有 你完全没有你爸爸的照片 完全没有照片 没有姓名 什么都没有 我出生就不知道 我爸爸是谁了 我们后来在五月份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视讯 视讯 跟你爸爸做视讯 跟爸爸还有三位姐姐 一起做那个视讯 那个时候是我们第一次视讯 那个见面 那你第一次看到影像中的他 觉得怎么样 我就非常的感动 非常的神奇 就是我不太敢相信 我已经找到我爸爸 这样子 那个时候我很感动 就是想掉原来出来 但是旁边因为很多人 也影响到我的情绪 我就把那个眼泪给吞了 那种感觉就很奇怪 就是四十几年没有见过面 然后第一次见到 亲生的爸爸 只是我们有那个 沟通的障碍而已 但是我见到他 我非常的开心 我觉得我那个DNA真的是 好不可思议 视讯的时候 你们是透过翻译沟通 是不是 对 那在视讯当中 你爸爸有没有对你说什么 他有问我说 妈妈过得好不好 我就说 都住在那个台中 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大姐 因为他跟爸爸说 既然你有一个儿子在台湾 那你就必须要去承认他 那是同父异母的大姐 对 同父异母的大姐 然后他帮我很多的忙 起先是爸爸好像不太敢接受这个事实 他觉得就是会对家族 不是很好 但后来大姐就是跟他讲 我爸爸后来就 好那我就来接受这个儿子 这样子 所以之后你去了美国 嗯对 我之后去了美国 嗯嗯 你爸爸要你去的 嗯对没错 7月14号 第一次跟爸爸见面 嗯 他就 在哪里见面 他在那个 Indiana州的那个飞机场 他们有写一个那个康本 就是写说 写我的名字 跟我女儿的名字 We come to Indiana 对对对 就第一眼看到你爸爸是在机场 对对 那那个感觉是怎样 我就很开心很感动啊 嗯嗯 那我见了面之后 我就是那个有拥抱 嗯 就觉得很棒 我就是找到那个爸爸这样这样子 嗯 本来还想要大哭一场 结果结果后来就就变得就是 很开心啊 嗯 然后就到了 爸爸家之后 爸爸就有请了翻译 所以我在那边 哦 狂哭了一下 对 对 在家里哭了一场 对 对 就后来爸爸就慢慢的越来越接受我 嗯 就说 叫我先熟悉这边的环境 嗯 将来你要来美国的时候 这边就是你的家 哦 他这样说 对 我就非常的感动 嗯 他离开台湾之后 他到底有没有回来找你们呢 他有没有试着找你 没有 嗯 他连回来找我妈妈都没有 他有提到为什么吗 或者是 嗯 这一段他有说吗 没有 他没有说 嗯 但他在美国的时候他有说过 妈妈是他的 就是就是他放在心里面 嗯 然后 妈妈他是一个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女性 嗯 这样子 嗯 我觉得他一定是心里很有感触的 哦 对 我想 我想应该是 嗯 他说他明年的一月二月会来台湾 哦 他要来台湾看你 对 嗯 他一次会看我妈妈了 哦 对 对 对你不仅找到 而且爸爸还认你 对 对不对 对 而且爸爸的 现在的家人还支持爸爸来任你 对 对 哦 这个很不容易 对 我觉得 觉得 真的上帝 有那个眷顾 嗯 嗯 对 那爸爸对你的将来有没有什么想法 有提出什么 没有 他是说 他是说将来 要回来美国的话 嗯 他就说 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就欢迎你随时可以去美国找他 对 把他的家当做你的家 对 嗯 嗯 我看孔德莲的文章有提到 就是说 你爸爸还 就是有计划帮你办美国身份 嗯 对 嗯 他们在办的那个过程 看看能不能办 嗯 嗯 那他是真的很有心 对啊 所以我也是很感动 你找父亲找了多久 从我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就开始找了 从你懂事就开始想找父亲了 对 嗯 嗯 到现在有超过三十年 嗯 超过了 那这样突然这个人生的谜团就 就解开了 对 我觉得很开心 对啊 这个是在我人生里面 最大的那个障碍 嗯 因为妈妈她都不跟我讲 嗯 孔德莲 就像刚你所说的 邱翰宗这个故事是一个happy ending 真的是一个快乐的结局 圆满的结局 他人生的迷解开了 他的父亲认他 而且全家人接纳他 他是不是你听到亚美混学里面 最幸运的例子 你要找到父亲 获得认可 然后承认过去那一段历史 我觉得这个是很少见的 这一次的报导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故事人物是林毅力 林毅力他的年纪比较大一点 他大概差不多有65岁左右了 他找父亲找了很多年 终于找到了 但是他还是有一点缺憾 我们来听一下 我跟林毅力的访问 你找了几年了 从我大约25六岁到 开始找 我65岁了 找了40年了终于找到了 但是父亲现在还在吗 他过世了是不是 对已经过世了 很幸运说有这个DNA 让我们在有生之年 找到自己的亲人 虽然看看别人 大家都找到自己的父亲了 会觉得也是有一点难过 对不起 我的父亲因果死了 你会了这么大的力气 这么久 然后面临了很多很多的 被人家欺负 你都忍受 真的不是一般人 可以理解的 只有我们这种人才会懂 才会知道 非常非常非常的累 得到最近终于找到 关在自己的房间里面 哭了一场 我老婆还以为发生什么事 总算有一个答案 总算有的 而且你想要知道 美国发生的事情 直接问哥哥就可以 大哥接纳有你这个弟弟 后来我们通过一两次信了以后 他很主动很大气的 就是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也没有经过我的询问 马上就把我列入 Gospy 我们这个家族的姓氏里面的 祖谱里面去了 所以他心里没有芥蒂说 你的母亲跟他的母亲 不是同一个人 没有 他没有这一种芥蒂 因为父亲有曾经跟他讲过 在台湾有这么一个小孩 对 然后如果你有机会当兵到台湾去的话 你也可以去去找这个小孩 父亲有跟他说 试试看找你看看是不是 对 所以我一出现 他马上就知道了 对 而且我的名字又是我爸爸取的 就叫Eddie 就是取我爸爸名字的中间名字 你看过他吗 还是你是电话跟他联络 都还没有通过电话 我们都一直都是在书信往来 然后要不我们就是互相的 就是他主动的给我了一些照片 然后我也主动的给他一些照片 我给了我的照片 还有我全家人的照片 包括我妈妈的照片 还有我小时候的照片 还有我爸爸跟妈妈抱着我的小时候的照片 你的资料很完整 是 对 而且还有一张更重要的 就是在美国的三个兄弟 就是我爸爸跟那个大老婆生的小孩 我的照片 可是一直以来 我都不知道那三个是谁 我不知道 你有那个照片 但你不知道照片里面的人是谁 对 我不知道照片中 那三个小朋友是谁 对 我不知道 原来这三个就是他那个美国大老婆生的小孩 所以你把这个照片寄给他看 然后他告诉你里面的人是谁 他马上认出来 他说我知道对张上面是谁 这样子 他马上告诉我说中间的是谁 然后左边旁边的两个是完生的兄弟 对 一双包胎 然后他是大哥 这样中间的是大哥 对 那你父亲留给你的资料 其实是 其实是比较完整的 不像有一些人 他手上甚至没有照片 所以更难 对不对 所以当然会有一些生活照啊 什么之类的 很多 然后当然这中间 就是我们搬家呀 或是医师啊 什么很多的信件啊 等等 很多都不见了 还蛮多的 然后这些就是真的还好 就是硕过仅存的 我一直很小心翼翼的 把它装在一个铁盒箱子里面 这样子 秋汉中跟林毅力 他们会成功的找到父亲 有一个关键人物叫五佩奇 五佩奇是另外一个亚美混血儿 因为呢 就是五佩奇他本身就是 他等于是少数几个 一开始就用DNA检测的 在陆陆续续联系上秋汉中 林毅力跟其他的混血儿 建议他们可以用 这样子的方式来寻找 等于是他牵起的这些 混血儿的一个寻亲的希望 我们来听一下五佩奇的访谈 好佩奇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就是佩奇找父亲找了多久了 真正开始动念头大概在三年前 开始 就是开始有行动去找 在那之前是没有找还是没有行动 完全没有念头 为什么 本来不想找的 也不是 我可能跟其他混血儿比较不一样 是因为 其实从小妈妈就在身边 然后其实一路上都 全心全意在照顾我 所以 其实会有一个 就是跟妈妈一个相依为命的那种念头 对 也没有特别一定要 要有一个父亲出现那种感觉 因为妈妈已经给你全部的爱了 对 所以 一直到十几年前 甚至我妈妈十几年前过世的时候 我也没有问 关于父亲的任何事情 对 然后是到三年前那时候 我已经就是看到 2014年就是王汤妮 就是他找到他的父亲的那段影片 对 然后那时候又刚好自己生了一场病 然后在那个当下 在看到那样的影片 自己就会有一个想法 觉得说 如果现在不找 会不会未来会有 心里会有遗憾 对 然后就这样一个念头 然后我就联系了汤妮 他给了我就是一些资讯 那我找到当年 帮他找到父亲的那个 Rick大叔 那他也协助很多 混血儿来找父亲 在他的建议 我才开始做DNA 我总共从头到尾 验了三家 对 那很棒的是在第三次 就是有验到 七个二等亲 就是还蛮不错的数据 对 那在这个二等亲里面 研究员Jessica 她联系上了其中一位 对 那她也很愿意协助 那就找到了我的父亲 找到的时候 你是先看到照片 还是怎样 当时他传了一张照片来 那因为其实在这个之前 我其实就看过很多 有可能性的照片 可是我都知道不是 可是当这张照片一传来 我马上很肯定是 在接下来就是 这个二等亲 她也很热心到他们外婆家 去找了爸爸年轻的照片 寄给我 就是我们互相传了一些照片 对 那就刚好里面有雷同的 就是在同一个场景 然后但是不同角度的照片 你是光看他的样子 你就很确定 他是你的父亲 对 是因为你之前看过他的照片 还是你看到这些照片 你从里面认得 从他的面孔认得出来 他就是你的亲人 他就是你爸爸 就是直接看了 因为他其实跟年轻的时候 长得不像 但是你会很 心里一下就会很明白 就是他 对 那当下的感觉是什么 看到照片 我觉得他身体很健康 其实我很开心 对 就是我觉得他有把自己照顾好 当然就是继续 你就会想要再去询问说 那他现在的生活的状况 是怎么样 对 那得到的回答 其实 他有一个太太在照顾他 那他现在身体还不错 那其实听到这边 我又知道他的名字 因为之前我是不知道他的名字的 你本来不知道 本来只有一张照片 有好几张照片 但是我不知道名字 可能我母亲有说 但是我并没有记住 因为之前你没有 刻意 刻意或是很在意这件事情 对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 其实到那里为止 其实我已经很开心了 找到 就是找到 然后我也知道他身体健康 有人照顾他 这样子 那当然在接下来 Gesica 就是这个研究员打电话给我父亲的时候 其实他是有吓到 可能就是突然间 这么很shock的事情 但当然他第一下 他是可能就是没有 没有反应过来 他就说 Oh no 我不是这位男士 这样子 那 但是他有问研究员说 是谁委托你的 Gesica有告诉他说 哦 是Penny 那因为我的名字 Penny是他取的 哦 对 那所以 我想基本上 他是知道了 嗯 对 那只是 我在回过头来 跟二等亲这边 在聊的时候 我告诉他说 其实我寻找父亲 并没有一定要 介入这个家庭 去破坏现在他们的现状 对 等他准备好了 我们再见面也OK 嗯 对对对 所以这件事情呢 就 先放着 哦 对 我觉得就是给彼此一个空间吧 他们找到父亲的这个故事 其实会鼓舞很多人 鼓舞很多想要寻找 但是之前一直 没有头绪 或是都都找不到的 这些亚美混血儿 可以继续去寻找 其实 我觉得他们的故事 找到父亲并不是一个ending 不是一个结束 我觉得可能还是另外一个开始 比如说对于秋汉中汉林毅力而言 那他接下来要怎么跟这个 亲生的父亲保持联络 要怎么样去认识对方 甚至要不要建立 更亲密的关系 更熟悉彼此 对 我觉得这个就很像林毅力自己讲到的 他觉得 找到的过程是一个 当然是一个充满感激的 一个奇幻的旅程 可是就是回过头来想 他会觉得这个关系 目前对他来说是一个很空洞的关系 因为你知道眼前这个人是你的亲人 但是你却没有跟他有任何的连结 任何的记忆 任何的情感跟互动 就是对这些混血儿来说 就是找到自己的亲人 其实是一个怎么讲是另外一个新的开始 就是多一种选择 对他们来说就是他不仅只是就是找到过去 好像写完考卷 直接揭开答案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开启新的一页 就是他们可以选择去跟这些原有的亲族去建立不同的关系 然后或许有的人选择去美国开展新的生活 或者是怎么样去维持两个家族之间的联系 怎么样合作 或者是甚至怎么样做生意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这是一个人生的新业 对而不仅是一个结束这样子 好今天非常谢谢你带来这么温暖的故事 也谢谢各位听众收听今天的报道者时间 我们下一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